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盟 英国 美国及加拿大先后声称 中国涉侵犯新疆为吾尔族人权 对中国官员及实体实施制裁 中国随即作出反制 市民怎样看呢? 中国不是一百二十年前是中国的 中国说明是什么命运共同体 反而美国佬在干涉别人来政 在搞乱别人国家 我觉得中国自己的东西应该交给中国自己去处理 外国就不应该指指点点 我觉得很快就作出反应 身为中国人 市民对外国政府对国家的无理打压有什么感受呢? 没有什么实际的说法 只是诬裂而已 你说中国的反应是非常有力 彻底地解释出来 中国所有民族都是一次的 中国人已经站了起来 没有以前受到这样的屈辱 能够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从来都是 亚洲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都被那些白种人看低的了 是时间表现出了我们自己 中国人的持强的态度 西方是妒忌 说是自己恐怕中国的崛起 这些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 因为中国的人口 那个地方都是这么大 我们能够团结一次 更加强大 会恩恩向明的 实在现在中国的软件和硬件都一路一路加强 对世界影响也一路一路大 又因为公务经常往返内地的市民 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如果事实上可能未必是这样的 可能要中国政府做出一些回应 经济是参考员 那你相对可能是二十年前 十年前 甚至几年前 我们回到来地 它的经济发展是很快的 我可能都经常会恩公上去 那你会见到可能很多外国 或者是香港人都未必知道它发展得很快的 我们很多可能在一些业务上 或者是一些沟通上 都会见到它经济实际上是很好的